我們現在開始要進入天文 我們首先會介紹的是宇宙 先要講的是宇宙的組織 好 夜空中你抬頭往天上看 你所看到的絕大部分都是恆星 恆星古時候的說法是 位置橫長無變的星 你看上面的這個動畫 這個星星的位置 基本上都完全一起動對不對 沒有相對位置沒有發生改變 那這樣就叫做恆星 這個運動叫做週日運動 我們後面會教 所以基本上原來長成這位德性的 怎麼倒還是這位德性的 這個叫做恆星 那麼有幾顆星會在這邊到處亂跑的 那個叫做行星 那個是古時候的說法 現在的說法是 恆星就指的是自己會發光發熱的星 然後呢 如果有很多恆星湊成一團 我們就叫做星團 恆星搞成一團 就叫做星團 星團有一些分類 高中才會教 有一些星團是比較密集的 像這樣叫做球狀星團 有些星團看起來比較疏鬆的 舒散星團 像這個有名的七姊妹 譬如說現在只有六姊妹了 有顆星按照有點看不見 然後叫舒散星團 這個高中才會教分類 國中只要知道好多恆星 湊成一團叫做星團 然後呢 星團加恆星加宇宙間的氣體層 那啪啪啪啪啪的就稱為星系 Galaxy 就是那個韓國團體 Galaxy 感謝韓國人幫我們教天文 OK Galaxy 就是叫做星系 叫做星系 就是恆星星團 我們叫做星系 那有叫做星系也有分類 根據形狀 有分一些也是高中才疆 這個是最常見的一種星 叫做螺旋星系 看起來像那個颱風轉轉的要螺旋星系 那麼有一顆星系最重要 就是我們在這個星系 叫做銀河系 銀河系是我們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所在的星系 然後呢 星系呢 它的這個直徑大概有十萬光年 然後半徑五萬 太陽其實在邊邊有點邊又不會太邊 距離中心三萬 五萬我們離三萬 有點邊又不會太邊 叫做獵戶座懸背 就是那個懸窩叫懸背 對過去對到獵戶座 所以稱之為獵戶座懸背 然後呢 這告訴你太陽北極之女 都是銀河系的成員 一般人沒有特別的天文學知識 你聽過的那些星星都是銀河系的成員 什麼牛郎啊 織女啊 天狼啊 北極啊 一般人有聽過的都是銀河系的成員 銀河系的成員 然後銀河系的長相 現在說他扁扁的 他像荷包蛋啊 像這樣 扁扁的啊 他中間有凸起啦 所以說他像個荷包蛋啊 他也是一個螺旋狀的星系 螺旋狀的星系 然後呢 所以我們在邊邊對到獵戶座叫獵戶座懸背 請注意這張照片不是我們 我們自己在銀河系裡面 我拍不到銀河系的照片 你坐在你家裡面 你拍不到你家長成什麼德性 你要到外面去才拍得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東看看西看看 覺得我們的銀河系就長成這副德性 外面找個咔嚓拍一張說 我們長這樣 我們長這樣 叫銀河系 所以呢 中間凸起 然後呢 像荷包蛋 然後這樣子 OK 這件事前兩天有高中生物問題的時候 就跟這個中間凸起有關係 問我一個第一個問題 就跟這個有關係